共和国钢铁之都 这里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点 七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个名字仍然被这里的人们牵挂 安山大剧院 一场话剧即将上演 这场话剧 安钢之工期盼了许久 说起 这次修高屋的守宫之臣 大家说他是谁呀 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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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 听共产党的话 跟着共产党 帮打不回头 这是激励了几代人的孟太精神 第一次搬上话剧舞台 一幕幕熟悉的场景 不断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孟太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这位老工人的形象 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刻印在一代代安钢人的记忆里 当年 历经战乱 安钢已经七零八落 绝大多数设备已经损毁和丢失 初创的共和国 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上千名优秀干部 投入到安钢的恢复重建中 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 孟太和工友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实现了高炉恢复生产 为新中国钢铁工业奠定了雏形 高炉的恢复是难度非常大的 没有备品备件 所以它就不分白天黑夜 在那个废铁堆里 寻找那些旧的备品备件 找到了以后 它把它处理干净 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屋子里面 也就是后来 享誉全国的孟太仓库 这个孟太仓库呢 对于安钢的恢复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孟太世纪的退休职工王延民 时常会来到安钢博物馆 重温昔日的动人岁月 孟太呢在旧社会啊 这个可以说是饱受压迫 那么到解放的时候呢 拿工人当主人 他觉得自己呢当家做主 所以呢对于共产党 有强烈的感恩的思想 跟着共产党棒打不回头 在孟太的带动下 大家通过技术革新 解决了恢复生产后 遇到的许多技术难题 安钢为新中国建设 奉献出源源不断的钢材 也在为中国钢铁锻造工业管理的先进模式和经验 这些经验与方法被当时的人们称作安钢宪法 主要内容呢当时被概括为加强党的领导 实行两三一改三结合 大搞技术革新 那时候每个职工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 里面记录着安钢宪法的内容 让工人当家做主释放出了无穷的生产力 人人奋勇争先 你追我敢 不敢落后 这部宪法强调的就是 要发挥劳动者的主动精神 现在听起来 也是非常现代 非常高效 人性化的理念 后来呢 他为日本丰田列入管理思想 美国有很多大型企业 也都正向效仿 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认为啊 这个润瓦部分的密封需要改动一下 而咱把这个地方啊 重点的看一看 然后最后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装精度 前工出身的李超 现在是冷闸场的技术大拿 过去三十年 他破解的一项项技术难题 为安装创造1.3亿元的效益 今天在安装 像李超这样的职工创新工作室 已经有两百多个 尊重每一个人的创新力 最大程度发挥每个人的智慧 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凝神俱气 安钢宪法的伟大创造 对安钢 对全中国的工业企业 乃至对全球企业的管理思想 仍产生着深远影响 老一辈的英魔身上的这种文化 这种精神 我们并没有丢 现在更需要创新精神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问题 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 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名字的背后 是七十多年来 安钢宪法的 接续前行 中国钢铁工业 如果近距离观察 看到的不仅是工厂与矿山 还有很多动人的管理智慧 和价值信念 它们是工业化 带给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和基因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安钢像包钢 武钢 攀钢等十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 输送人才十二点五万名 安钢宪法的精髓和基因 跟随着这些安钢人的脚步 深深注入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脉搏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展开了人类工业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迁徙 一批安钢人 来到沉寂千年的金沙江古渡口 在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版图上 继续复制火热的奋斗模式 它们将为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 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声巨响 向彻西南大地 拉开了安钢圆建攀钢的许墓 在安钢人的感召下 那时正值壮年的沈忠凡 也和同事们从重庆出发 进入茫茫的西南群山中 这个照片啊 石盘子画是 为了鼓励大家向我学习 带着大红花去做玛丽 在全市走一遍 走一遍都宣传向我学习 让大家鼓劲 3月4日 潘之花建世纪念日 每年的这一天 沈忠凡都要盛装出席各种庆祝活动 2021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庆祝活动被取消 但是老人家仍然执着地换上了盛装 配上了徽章 他要再去潘刚走走 当时 沈忠凡第一眼看到这块名叫 弄弄平的山头的时候 他愣了好半天 面积近2.5平方公里的弄弄平上 曾允起了十万建设大军 连接大江两岸的悬索桥虽然摇摇晃晃 但建设强大钢铁工业的理想 一直在内心涌动 成为沈忠凡他们最牢固的支撑 潘志华建厂之难 世界罕见 矿车爬过八十米高的山坡 上山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转身的空间了 潘刚的建设者 就在这八十米高的山坡上 做起了文章 再坡下挖了一个洞 让矿车自反转 轻到矿石 然后原路退回 这就是沈忠凡的设计 这也是沈忠凡 每次到潘刚厂区 都要求求驻足的地方 这就是沈忠凡的设计